开启我们想要去备的影像之后 可以在这里找到Magic Card 接着它就会先自动判断 左边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图片位置 右边则是预览的情形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三个颜色 左边前景颜色 右边的背景颜色 跟中间的橡皮擦 前景颜色就是我们要保留的影像位置 背景颜色则是我们要去除的影像 橡皮擦则是用来擦除 您所涂上的绿色或是红色的位置 那左手边这里是笔刷的大小 我们可以先使用红色 把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影像部分 在上面画一下 它就会自动将这些相似的位置做一个删除的动作 那么如果像刚刚在这里 已经有绿色的笔刷 又涂上红色笔刷 两个重叠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提示讯息 您可以先使用中间的橡皮擦 来这边把不需要的颜色先把它擦除 再重新使用红色 我们再来把它涂刷一次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讯息 在擦除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适度的调整笔刷大小 也可以配合键盘上的快速键 在左右中括号 来调整笔刷的大小 涂抹的差不多之后 您可以看到右上角 这里有几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选择影像 离开这个Magic Card之后 要如何处理 第一个它会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涂层 第二个则是它使用折射片的方式 帮我们把现有的整张影像的序备范围 变成一个遮瑟片 另外则是可以变成一个选取区 那在这边我们选择 第二个光照遮罩的部分 这样我们待会出去之后呢 还可以透过笔刷的方式 来做一些细部的微调 现在已经离开 回到原本的Photopee画面之后 我们现在编辑的就是它的遮瑟片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笔刷工具 配合黑色跟白色 白色就是把需要的地方再把它补出来 黑色呢则是针对较没有去备干净的地方 还可以再做擦除 您一样可以配合左右中括号 再来做笔刷大小的调整 首先我们可以先使用快速选取工具 将你所需要的影像做一个概略性的选取 您按下Alt键就可以切换成简选的状态 接着我们可以选按上方的调整边缘 就进入了调整边缘的视窗 一样左手边就是我们做调整的画面 右手边则是预览的结果 在上面呢一样有三个颜色 前景颜色就是我们所需要底向的部分 背景颜色就是把不要的部分涂抹上去 如果是边缘不清楚的地方像是毛发 我们就使用灰色来做涂抹 首先我们可以针对这狗爪的地方呢 我们使用白色来帮它涂抹一下 这样原本还没有选到的部分就自动选下 接下来我们针对边缘毛发的地方来做选取 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中间的灰色 把笔刷调到适当的大小 大约跟我们这个毛发的粗细接近 直接涂在不清楚的边缘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它在整个过程里面就会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也可以搭配不一样的背景颜色 来看看去背之后的情形 好 看看一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